透过下乡手作课程 让孩子们了解木材的面貌 科学家研究发现 手作让人类更聪明 国小教育正是学童启蒙的关键期 因此家具产业工艺下乡活动 运用活泼的教具 指导学童手作木工 启发学童创造力与成就感 透过家具产业的述书教学 让学童了解木材的面貌 因为我们工艺下乡已经执行了 大概七年之久了 那以往就是今年以前的 我们都是体验型的课程 就可能只有短短一到两个小时 那是今年开始我们才 就是注点在学校里面 然后上了一个比较中长期的课程 就也许是四周 然后八堂课等等之类的 对因为其实这样子 也比较能够更深入的去传达 不管是环保的知识啊 或者是木工相关的知识等等之类 所以今年才特别又转变成 不一样的一个中长期的课程这样子 其实有很多相关的文献 他们都是有去讲到说 其实手作对于大脑 去理解一些知识的话 会更深入的让他们去体会到 所以不管是这些小小的教具啊 或者是这些互动型的这些教具 所以才会成为我们 想要极力推广的一个东西 家具产业公益下乡活动 指导老师洪佩华 以速速教育学童 速得成长的过程 并注入环保的概念 另外在运用公司设计的木座小物 让学童重做中学习 手脑并用 史方新闻 黄慧如 吴中瑞 台南采访报道